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是指不是本行的人就不懂这一行业的门道 生态学同样也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逻辑 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呢,隔行如隔山,其实还有后一句话 完整的说法是,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离 也就是说,做事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我们从生态学获得的普遍性认识,也可以用于其他学科 所以,在经济学上面,经常借用的生态学概念和词汇,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呢,主要探讨的是从生态学家那里获得的可上升到哲学上的认识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像生态学家那样思考问题了 这些问题被总结成了十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生态学是科学 你可能会说,这个什么要点呢?别急,听我慢慢说 我想说,生态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一门纯科学 像其他科学一样,生态学研究的成果并不只会伦理或者是政治的行动 要分清楚科学观点与生态学知识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这一点其实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气氛之所以重要啊,主要是因为呢 环境运动已经赋予了生态学这个词一些特殊的政治含义 生态学应该告诉给政治的,必须是正确的信息 所以,作为学习生态学的大学生来说 从严格的科学观点去讨论生态学研究是绝对必须的 但同时啊,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 那就是,人们对生态学的重视还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体现 因为人们担心大自然的报复 那么科学的观点是什么呢? 科学认可的信息啊,只能来自仔细记录的 并且是在可控条件下获得的观察或者实验结果 那些声称来自神灵、祭司、先知或者是启示录那里自然获得的 这些信息都必须经过验证 这就是科学与宗教的不同之处 科学观点是要证实的 而宗教观点呢,只要相信就够了 2009年,斯坦福大学在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的时候 举行了一个达尔文遗产的系列讲座 认为达尔文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 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摆脱了宗教的属服 开始用科学的观点来看世界 不过呢,我这里想说明的是啊 在生物学的研究当中 要达到样本完全可控是非常困难的 正如我在其他场合当中所说的 生物学是一门很脏的学科 没有物理学那么干净 所以实验记录呢,一定要尽可能的仔细 对结果进行分析 下结论的时候也要十分小心 我们在引用美国德克萨大学 莫塞斯2017年出版的植物学一书当中的话 来说明一下 他说,科学研究的现象和对象 必须能观察和研究 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不能看到 感觉或者测量的都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 我们所有提出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解释 都必须经过测试和验证 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不能够得到验证 那就必须成余 有很多事情现在还不能够得到解释 但这只是相对的 科学家认为有朝一日 我们将可能找到新的办法来观察和测量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 不能说它们永远无法解释 在科学史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那就是大陆飘逸学说 但在生物学的研究当中 往往是越研究问题越多 对自然界我们必须新陈敬畏 我们再来几个生态学上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生物智能这个概念 大约15年前 欧盟相关的研究认为 像油菜籽、中间油、甘蔗、玉米这样的粮食作物 也可以生产生物燃料 来有效的取代化石燃料 不过这都是纸上谈名 后来当欧洲职友会真正考虑如何利用土地来栽种作物之后 才发现效率很差 也就是说 曾被当作是能源解药的生物燃料 恰好可能是导致问题的罪魁祸首 2008年发表上一篇论文支持了这一认识 该论文说 当农业用地被用于种植生物燃料作物的时候 这必将压缩其他作物的栽种空间 变相抬高粮食的价格 而开垢新的土地就有可能会侵占森林、泥探地和湿地 而这些生态系统本来是封成了大量碳的 一开垢会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我前面提到过 生物学是一门很脏的学科 没有物理学那么干净 的确 物理学所涉及的各层级的组织都是可计量的 可以实现数学上的关联来进行精确议测 并可以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进行证实 因此物理学家都非常自豪 他们自己所探讨的才是一门实实在在的科学 至少规模这本书的作者维斯特刚开始是这样认识的 他甚至呢 刚开始一直不太认可达尔文的重要成就 其实呢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曾经指出 真正科学的标准在以数学的关系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康德时代的化学只能算是一门学科 却不能称为是一门科学 当然 现在有了基于基本原理的可一策的数学化学 也就提升为真科学了 遗憾的是啊 生物学目前大多依然是特立化的定性研究 明显缺少数学基础或者是眼里的支持 因此还只能趋积成为一门学科 第二点 生态学只有按照进化论才可以理解 按照共同祖先的设想 生物界的进化模式是塑形的 这是一颗即RNA数据的生命系统发生素 这颗发生素分为三个分支 细菌 骨菌 和增核生物 但是基因的水平转移 或者称为横向转移的发现了 使我们开始认识到 演化是网状的 一些非适应性过程 也许在进化当中 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基于这个原因呢 一颗发生素未必能体现出 所有生物体的基因关系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增核生物可能是细菌和 骨菌的结合体 这就是最继革命性的基因的水平转移 另外啊 有机体极大的多样性 包括形态学 生理学和行为上的变异等等 这全都是亿万年进化的结果 进化历史对每个个体都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模式 只有按照进化论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鸟类啊 一般都是有翅膀的 而在新西兰却生活着一种没有翅膀的鸟 这就是几位鸟 新西兰人呢 骄傲地称自己为几位人 所以就把这种鸟呢 争成为国鸟 在新西兰的钱币 邮票 名影片上面都可以看到几位鸟的图案 自己物品的商标啊 营业店的牌号啊 用几位鸟名字的那就更多了 这些都表明几位鸟的品格 精神已经深深的映入了新西兰人们的心里 几位就是英语的Kiwi 大家要听到Kiwi 是不是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 Kiwi Fruit 的确我们来比较一下 几位鸟啊 没有翅膀 有着一身蓬松细密的羽毛 和猕猴桃的外形 那颜色都很像是不是 所以啊 新西兰当年引入中国猕猴桃的时候 就决定给猕猴桃请名为Kiwi Fruit 借着这个国鸟的名号 新西兰的猕猴桃 就与这种统一的国家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Kiwi Fruit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有人可能不太清楚猕猴桃引中的历史 就根据音译称之为奇异国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不是想讨论鸟和这个猕猴桃有什么关系 而想问 为什么几位鸟是没有翅膀的呢 答案似乎很简单 进化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新西兰在地球上的位置 很明显 它远离大陆 一直孤前在大海当中 我相信啊 几位鸟的祖先 在几千万年前 一定不是游泳游过来的 而是飞过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翅膀的 但是他们能飞过来 而威胁他们的物种 比如走兽啊和蛇啊等等 这很难来到这两个小岛 所以最终这里就没有能够吓唬他们的走兽和蛇了 自然而然 他们也不必逃避了 而且呢 地上的食物还非常丰富 飞翔能力似乎可有可无 就逐渐退化 这里还分不住很多本地特有的鸟类 而且呢 不少是无翼鸟 因此啊 新西兰有着无翼鸟故乡的称号 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世界上有些鸟是没有翅膀的 答案是 如果不再飞翔了 还要翅膀干什么 这就是生态学 按照进化论进行的最通俗的理解 第三 对物种有利的现象并不存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理解起来有点难 因为我们人类的教育啊 从小就是集体主义教育 号召大家要乐意助人 而且小时候对动物的认识大多是理人化的 感觉所有的生物之间 都有人类社会的影子 甚至还有许多例子啊 比如 兵役或者工蜂 在防疫性攻击后自取灭亡 这种自杀行为 保卫了蜂巢类同胞的安全 刺章鱼 在产后就死去 这对物种其他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 不过呢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科学上的认识 自然选择 只会将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基因传递下去 也就是说 基因是自私的 只对自己有利 自然界只有利他的行为 而不会有利他的基因 在进化期间啊 生态条件 将决定什么行为 对动物的生存和生殖最有利 理解这一规律的关键在于 我们不能简单的以人类社会的观点 去解释其他生物的行为或者现象 同样 道经师在他的自私的基因当中 也有相关的论述 是物种永存 通常是繁殖的委婉说法 物种永存 物疑是繁殖的一个必然结果 但是 只要我们在逻辑推理的时候 稍微隐身过头一点 就可以推断出 繁殖的功能 就是为了使物种永存 从这一推断 再向前迈出错误的一小步 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动物的行为方式 一般是为了有利起物种的永恒性 因而才有对同一物种的 其他成员的利他主义 道经师啊 就是这样分析导致这一错误的根源 第四 基因和环境都很重要 有机体所处的环境 对于他在各种选择的起始上 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条件将限定一个种的出生率 生长率和死亡率水平 然而 决定有机体构造的基因 具有最根本的重要性 正确评价这两方面因素的基本性质 及其相互作用 对理解生态学都是很重要的 这一观点呢 现在有所发展 将基因型和表情连接起来 就是现在的表观遗产学所研究的范畴 还有研究表明 对于不同环境下表情的不同 表观遗传因素比遗传因素有更大的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呢 目前在分子生态学里非常活跃 所以基因表观等位基因和环境都很重要 这里呢 我想补充一个说明 哪些行为是有基因控制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 很不好回答 那我们就换个角度 有哪些行为是不受基因控制的 我认为没有 所以应该说 所有的行为都是受基因控制的 只是这种控制作用 是直接还是相对间接而已 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是选择战斗还是逃跑 你以为你是经过零点几秒的思考 而做出的理性判断 起始不软 基因已经在你的脑海当中 设置了一个预知 大预知就战斗 小预知就逃跑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你活下来的机力最大 也就是你的基因 活下来的机力最大呀 再举一个例子啊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是大脑多巴胺等物质的吹动 使人产生一夜的情绪 而不能自拔 进而展开追求 产生婚姻等各种的两性关系 但人类的自我意识很强 既有很强的能动性 会根据外界的环境 主动选择 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行为 规划自己的生活 从这方面来说 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基因的控制 然而呢 基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人类之所以达到这种程度 也是基因的作用 大脑功能的实现 更是在基因控制下的各种生化反应和电活动 从这方面说 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 还是受着基因的控制 也就是说 所有行为都受基因的影响 但也受着外界环境的影响 二者共同作用下 使人做出了 某段时期的行为 在其他物种当中 这种情况呢 可能有所不同 第五 理解复杂性要求模型 生态学是一个复杂的对象 有不同的尺度 几乎每一个尺度都有大量的变异 也许是亿万个种 但每个种呢 都有大量基因变异 而且在复杂的和动态的环境当中 有着变化的数量 以及随时间而改变的行为 为了理解它 就必须历清一些特异性的问题 然后形成可以检验的假设 以数学的思想方法构造假说 一般是比较有效的 可以避开语言模型当中 那些含糊不清的描述 因此数学模型 在生态学里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这就是为了要理解这些复杂性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比如 了类领异的问题 就是一个复杂性问题 如果我们研究无东的领异 当我们对一些复杂现象 的特异性问题进行分析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检验的问题 那就是雄性乌冬 为什么要形成自己的领域呢 我们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假设 有领域的乌冬 能够得到更多的交配机会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数据来检验这个假说 对鸟鸟来说 它也要建立自己的数学模型 比如 鸟鸟采集食物 它需要估计两件事 离开窝有多远 采集到一嘴的乳虫 有多大的困难 这都需要鸟自己古迹 并建立自己的数学模型 现代生态学研究的趋势之一 是定量化模型化 数学模型在生态学的应用当中 比较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生态系统的模型性 代表着一种生态学理论的意思 这样一方面避免走向纯数学模型而不实用 另一方面 我们不要期望建立一个实用所有生态学理论的数学模型 第六 讲故事是危险的 这就是说我们在打算解释一些生态学模式 或者相互关系的时候 很容易滑到某些西甲的世界当中 我们的一些观察 可能用某些特定的单元来进行解释 这是一种先入未足的解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讲故事 在这方面一个经典的问题是 北极熊为什么是摆设的 而对这个问题的经典错误回答是 因为他们隐藏在写地里 避免被捕食 但实际情况是 在地球的那个地方 除了人就没有什么是北极熊的天敌了 可惜那个地方连人也没有啊 这样的错误 不仅仅现一般的学生 甚至在自然历史的科普书籍和影片当中 也常常会出现 但是还是有人会反驳说 这应该还是一种保护色 便于白极熊不被猎物所发现 以便它捕食 似乎也挺有道理的是不是 但如果看看科学家们的研究 你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讲 保护色或许是个原因 但一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啊 北极熊的毛发当中是没有随之的 是中空透明的 由于毛的内表面粗糙不平 所以看起来呈现出白色的样子 这种结构是有助于保温的 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七 要有分层次的解释 对任何观察来说 常常可以识别出一个直接的原因 但是这种因果解释啊 往往是资料不足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 以达到掌握更完全的情况 即使有些现象已经被解释过了 但如果更深入的进行解释也是很好的 就可以看见更完全的情形 我们这里给一个例子 在格力小种群的验属当中 我们用无线电标记起位置 其中有一个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不动 已经三天了 为什么 很容易想到的是 它死了 这是最简单的回答 而且这个结论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啊 其体内有大量的消化道寄生物 这可能是其死亡的原因 当然 我们还有可能更进一步的进行探索 比如 验属是否遗传上 予以感染寄生虫病啊 或者说环境条件 是否有利于寄生虫的爆发啊 等等等等 这样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解释 就让我们对生态学问题的了解 加深了许多 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描述 另外一个问题 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它是生态学当中 最古老和最技术的问题之一 这问题就是 我们周围的世界 为什么会是绿色的 叠形的性觉得好笑 这有什么复杂的 我就知道答案 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有树 树有叶片 叶片有叶露树 叶露树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才能推动生态系统的运转 看似很完美的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 并没有回答本质上的机制 并没有回答 为什么是绿色的 而不是别的颜色 因为光合作用的生物 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颜色 至少在光反应阶段 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但是光反应 并不是光合作用的全部 植物能制造出多少有机物 更关键的是 暗反应当中 还原二氧化碳的效率 而其中第一步 就是将二氧化碳固定下来 另外 可能还涉及到以食草动物的关系问题 食草动物的选择 也可能是我们的世界 呈现出 绿色的最重要的原因 相信这样的思考 不做这方面研究的人 并没有真正考虑过 所以 是生态学当中 最古老 和最技术的问题之一 第八 有机体 具有很多的约束 我们看到 虽然地球上的有机体 表现出形态功能 和环境适应力的多样性 但个体和物种 其实都是在相对较小的 约束范围当中运转的 这样的约束 一般分为两类 物理学规律的约束 进化史 和遗产可塑性的约束 由于物理学规律的约束 动物身体的比例和尺寸 就不会是任意的 细胞的大小 相对来说 也是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在进化约束上面 存在着脊椎动物的眼睛 反猴神经 等这样的问题 由于这些约束的影响 进化从来就不是最完美的 使得地球上 不会出现一个全能的生物 也就使得各种生物 都能在自然界当中 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这也可以认为是 生物断性的基础之一吧 所以 因为物理学规律 存在着敏捷性 以身体大小之下的权衡 个体大 就不容易敏捷 个体小 敏捷 但抵抗的力弱 如果细胞的个体大 物质就很难 运输到中心 那么 在人类目前的基因工程设计当中 我们要不要 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物种呢 想象出有那么一种 大豆或者水稻 不仅耐旱 抗任何病重癌 抗粗巢剂 而且还高产 如果这样的物种出现 究竟是美梦 还是噩梦呢 第九 机会是重要的 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 随机事件 在生态学当中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化当中 最后取得成功的 一般不是数目最大的 而恰恰是最少的 生态学当中 机会事件的重要性 并不意味着生态学当中的模式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我们更要重视普世性的存在 但是 谁先来 谁获胜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生命的演化 是一环套一环的 前面的过程 为后面的过程提供基础 我们可以说 生命是一个大型的摩采活动 只有中奖的号码 才能够被看见 那些在境界当中 失败的就消失了 现成的各种动植物全部都是在这场生命大摩采活动当中的赢家 最后一条就是在生态学家心目当中的生态学边界 生态学是一门广泛的科学 学科范围覆盖了生物学以及物理学所涉猎的环境 所以可以联系的学科有很多 例如在研究植物根的营养的时候 就必须了解粘土化学 当研究风鸟的飞行的时候 空气动力学是必须的 好的生态学家必须关心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其他学科 因为这是理解生态学的基本工具 所以正是生态学的这种特性 使生态学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跨学科的综合 其实这种现象在科学研究当中并不奇怪 研究越深入发现的疑问就越多 有许多时候一个阶段的研究完成之后 会发现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 而要解决新的问题 常常需要其他学科领域的参与 尽管如此 这些学科永远也无法替代生命科学和生态学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再见